这里是自理行经故事会,今天云泽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莫言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春夜与飞飞》 春夜与飞飞,哥哥,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这从远方一个最爱你的人心里发出的浸透着眷眷之情的音波 近来,人们都在谈论着心灵感应的事 对此,我唯愿其真唯恐其假 我想,爱人的心应该是时刻相连,息息相通的 记得听老人说,从前,有一个母亲怀念儿子,就咬咬自己的手指 远方的儿子变心中疼痛,知道老母正在思念他 现在,我也咬住了自己的手指,只咬得隐隐作痛 但愿这信号已经传导给你,使你也知道我正在思念你 让你在这神秘的雨夜里也像我一样静坐在窗口 听听你这个饶舌的妹妹向你许说我突然想起来的那些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 哥哥,此刻,家乡上空正飘洒着飞飞的春雨 这雨从八点开始到现在已经下了两个多小时 村子已经进入梦乡,除了稀稀利利的雨声,再也没有别的音响 清爽的小风从窗帘间刮进来,见或有一两个细小的水珠飘落到我的脸上 哥哥,你还记得我的脸吗? 你曾经吻过的那张脸 人家都说我去,说我的脸是晒不黑的玉兰花瓣 你说我不丑,说我的脸像玉兰花瓣一样晒不黑 别人这样说是奉承我,而你是爱我才这样说 其实,我的脸是很容易晒黑的 如果你现在见到我,一定会用双手捧住我的脸说 哟,我的玉兰花瓣怎么变成玫瑰花瓣了? 你一定会这样说,一定的,因为你爱我 转眼之间,我们结婚已经两年了 前年的三月初三,是咱俩的好日子 那天,天上飘着毛毛细雨,空气清裂方唇 我一夜没合眼,天刚蒙蒙亮就从床上爬起来 我没有梳洗,也没有换衣 而是把你送给我的那些贝壳,海螺,鹅卵石全都找出来 我把它们用手绢擦得干干净净 我骂撒着光洁晶莹的卵石,五光石色的贝壳,奇形怪状的海螺 耳边仿佛听到了海浪的欢笑,眼前仿佛出现了那金黄色的海滩 我知道,你是一个首岛的战士 你深深地爱着海岛上的一切 你觉得你喜爱的,我也一定喜爱 于是就把这些海洋中的,海滩上的瑰宝寄给我 一次又一次,我已经积攒了几十颗这样的宝贝 你把我这个从来没见过海的女孩子 也给陶冶成了一个海迷,岛迷 每当从电影上,书本上见到那些奇学壮观的形象和闪烁着神秘色彩的字眼时 我的心便一阵阵站立 因为看见海看见到我就会想起与海岛共呼吸的你 你送我的宝贝,每时每刻都在对我诉说他们家乡绚丽的景色与动人的神话 我每天夜里,总是要抚摸着他们才能入睡 他们自然而然地进了我的梦境 在梦中,我跟随他们到了乡亲在万情碧波之中的 像钻石一样熠熠发光的无名小岛 哥哥,从打痕你好了之后,就盼着能早一天 可你却参了军,走的时候,我去送你 在村外的柳林边上,你对我说 蓝妹,等着我,三年之后我就回来 我知道你奔的是正道,参军是大好的事 可是心里总是发酸,眼睛里的泪加也加不住 扑速速地往下流 你看他私下无人,就弯起指头,替我刮脸上的泪 我真想就是扑进你的怀抱,但是又不敢 你走了,你沿着蜿蜒的乡间小路走了 你三年没回来,四年还没回来,一直等到五年半上你才回来 我的哥哥,我终于把你判回来了 人家都说当兵的提拔了军官,就另判高知 你却不是这样,你这个二十六岁的指导员 回来后的第三天就和我结了婚 哥哥,我真感激你 找一个丈夫容易,找一个知心的爱人却不容易 但是,我却找到了,我是共青团圆 不信也不能信鬼神 但我却要感谢老天爷,佩计了我一个好女婿 你说,你也要感谢老天爷,佩计你一个好媳妇 你说,这二年当兵的找对象不容易 手倒的大兵找个对象更不容易 你说,像我这样漂亮的姑娘 完全可以找个比你更好的人 我急忙用手掩住了你的口 我不让你说这种话 我对你说,我永远爱你 是的,永远 你说,你也永远爱我 就像永远爱那座无名小岛一样 你已经把我放在小岛之后 你爱小岛胜过爱我 假如他是个人,我是要嫉妒的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样执着地爱着那个海中央的荒岛 我问道,假如我和小岛都面临着丢失的危险 你先抢救哪一个 你说,小岛 我生气了,一个活灵灵的人 竟比不上那乱石灵巡的荒岛 我哭了,你却笑了 你笑着说,傻姑娘 小岛是祖国的领土 爱小岛就是爱祖国 不爱祖国的人,值得你爱吗 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勤着两眼泪水 那天上午,九点钟刚过二分 你骑着自行车接我来了 打捞眼儿,我就听到了你暗响的那串铃声 叮叮咛咛 像小溪流水一样欢快 像猪落玉盘一样清脆 你穿着崭新的军装 胸前追着一朵红花 细雨淋得你的敌血良军装扮湿不甘 更显得花红 兴而红 两面棋而红 你的被海风吹得离黑的脸庞上 挂着一层细密的水珠 不知是汗水还是雨点 你对着我笑 你对着所有的人笑 露出一口白牙 左侧那颗小虎牙闪烁着晶莹的光亮 人家的姑娘成亲 都是前户后拥的一大牌自行车迎送 而咱们就是一辆车子两个人 你载着我 我坐在电了毯子的后座上 偷偷地伸出一只手 揽住了你的腰 把身子靠在了你宽厚的背上 我亲切地感受到了你的温暖 心中像有一批小鹿在乱蹦乱跳 娘家离咱家十里远一点 你将车子骑得很慢很慢 还不时地掉回头来看我 雨虽小 功夫长了也临人 我的刘海一溜溜地粘在额头上 肩头上 胸前隆起的地方都淋湿了 身子感到凉索索的 想催你快点骑 我又怕破坏了你的性质 随你的便 只要能碎你的心意 我吃点苦算什么 你又回过头来看我 车靶子一宁 连人带车子下了钩 我仰面朝天躺在沟底下 裤子上 褂子上 后脑勺上都沾满了荒蚁 手里拎的小包袱也摔散了 卵石 贝壳 海螺 鸡蛋 摔得东一个西一个 真好 人家都是把新娘子往炕头上接 你却把我填到沟里去了 你的手碰破了 渗出一层雪珠 可你好像不觉得痛 急忙把我包起来 反过来挣过来的看 好像我是一个女娃娃 摔一下就能摔碎了似的 我故意垂下眼皮 装出不高兴的样子 你笨嘴捉舌地向我赔礼道歉 连连敲打着自己的脑壳 看你这副傻样 我再也憋不住得扑吃一声笑了 我们开始捡丢散的东西 美丽的贝壳 卵石上沾着黄泥 我放在衣服上擦 你惊恶地睁大了眼 我说 衣服反正脏了 这些宝贝可要干净才好 你连声说对 拾起一个虎背来 就放在我背上擦起来 弄得人浑身痒痒的难受 你呀 真坏 摔了一跤之后 我们的心情更愉快了 我们的心贴得更紧了 小雨而言飞来 飞到眼里眼睛亮 飞到口里心里甜 我真想在这潇洒的雨幕中多待一会儿 而你恰好猜到了我的心意 你说 蓝蓝 道路泥泞 为避免二次下沟 我们还是慢慢走吧 回家后 我烧碗姜汤给你喝 保你不感冒 我说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愿意 你笑了笑 就一手扶了车吧 一手牵着我 慢慢地向前走去 小路曲曲折折 路两边是一排排恶魔的杨柳 柳崖半开不开的 柳枝条上泛着鲜嫩的鹅黄色 咱们村是有名的桃林庄 阁老远就看到了一片粉红色的彩霞 融在实书实密的 如烟如雾的鱼丝里 绿柳 红桃 细雨 还有我们俩 和谐而融洽地交织在一起 分也分不开 割也割不断 你说家乡美极了 美得像一幅艳丽的水粉画 你说要画一幅细雨桃花送给我 你多彩多艺 会吟诗能作画 我爱你爱得简直有点迷信 你送我的那幅小岛烟霞 把我的心都陶醉了 那轻波荡漾地 泛着玫瑰色光辉的大海 那水天相接触的吉比彩霞 那在小岛上空盘旋着的翅膀上 涂上紫红的白鸣 那笼罩在五彩烟爱里的神秘小岛 我虽然没有去过小岛 但我十分熟识它 就像熟识你一样熟识它 我早就把香在近况里的小岛烟一下 从杨家抢了回来 嫂子好不高兴 骂我女大外相 端端正正地挂在我们洞房的墙上 我把咱俩的结婚照镶嵌在小岛烟霞中 邻居家独一专的二妹子说 这样就影响了画面的和谐 我说 你不懂 她笑着点头道 我懂了 我是从艺术的角度去欣赏 而你呢 是用爱情的心灵来点缀 这一点都不矛盾 是的 的确是这样 我这样做 纯属出于爱你 爱一切和你有关联的东西 我多么想能紧紧地靠在你的肩上 和你一起融在这小岛烟下里 瞧我 你的这个傻妹子 真傻 你不会笑我吗 是的 不会的 你对我说过 蓝蓝 我的傻姑娘 爱幻想 爱流泪 还是天真的孩子 你是爱我这种傻劲的 不是吗 前年的三月初三 咱俩成了亲 到今年的三月初三 是整整的两年 可是 咱们在一起的日子 只有二十天 记得结婚后 梦幻般的日子 过得像穿梭一样快 蜜月未堵完 假期还有十天 你却要走了 你说 岛上刚分来一批新兵 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 你说 有一个四川级小兵 还有尿床的毛病 要赶回去 被他施行精神疗法 你说 岛上那些小菜地 该种新苗了 你说二十天没见小岛了 二十天没听到海浪的喧嚣 心里空得慌 你要走了 家里人都感到惊奇 邻居们也感到诧异 父母说 岛上也不差你一个人 邻居们议论 难道媳妇不称心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是用湿漉漉的眼睛紧盯着你 我多么希望你能多住几天 不 多住一天也好 你从我眼睛里 看出了我要说的话 一刹那间 你好像也犹豫起来 脸上露出进退两难的神情 我不是那号糊涂人 我不愿让你为了我的缘故 改变你正确的决定 连对需要你 笑到需要你 要走你就走吧 只要不把我忘了就行 你握着我的手说 谢谢你 好妹妹 我说 谁用你来谢 一边说着 一边就将成串的泪珠 滴落在你手上 你走了 我也不能跟你去 父母年纪大了 我要照顾他们 就是这样 你沿着垂柳枝条 眼影下的乡间小路走了 你回来时 桃花正开的好丝烂漫的青云 你走时 绿叶参刺的枝头 刚刚挂上 拖着长尾巴的毛茸茸的小桃 你一去又是两年 两年是二十四个月 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啊 去年的桃花 开得如霞如云 你没看见 今年的桃花 又如烟如云搬开了 你又没看见 你搶大包家乡的黄土走了 给你煮好的鸡蛋 炒好的花生 你全都不要 你说 土在岛上比金子还贵重 探家回去的干部战士 都往岛上带土 你带着家乡的黄土走了 我金手装上的黄土 你带着我的思念走了 凝聚在黄土里的思念 你给我来了二十四封信 一封封我都反反复复地看 重重叠叠地问 这些从大海深处飞来的 粘带着闲滋滋的海味的信 传递着海浪对陆地的眷恋 海浪为什么永不疲倦地跳跃 像孩子一样兴奋地挥动着双手 这是他在向大陆倾吐着撕恋与爱慕的钟曲 我想是这样 读着你的信 我就像坐在你面前听你唯唯而谈一样 你那两只细长的眼睛 聪慧地眨动着 你那线条分明的光纯 轻轻吸动着 你说 海上刚刚刮过三天大风 停止了肆虐咆哮的大海 显得分外宁静安密 海面上缓缓地舒展着一个接一个的长浪 像清风吹过五月的麦田 你说 海上卷起风暴时 无名小岛仿佛在瑟瑟的颤抖 海洋深处 像有成千上万匹猎马在奔腾 像有几万只同好在吹响 像有几万门大炮在轰鸣 五六米高的浪头 像排炮一样 从四面八方向小岛上亲切 又像无数只要把这小岛撕碎柔烂的魔兽的巨爪 在狠命地抓扯着 你说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 你依然带着同志们上机作战 你不停地调整着机器的旋钮 用电的锐眼搜索着苍茫高远的海空 你紧盯着荧光屏上那些起起伏伏的曲线和闪烁不定的光点 你知道 那些针尖式的亮点 那些麦芒式的银线 有的是礁石的回波 有的是过往的航船 你就是要从这些瞬息万变的线点里 捕捉那些心怀恶念的鲨鱼 你说 在一场突然的台风中 爆房上的水泥瓦不翼而飞 沉重的钢骨房价 竟像纸扎的风筝一样摊扁了 值班的两个战士被堵在屋里 你踢开窗户跳进去 把他们救了出来 自己险些被轰然而下的水泥玉支箭砸住 看到这些 我的心都悬了起来 我真为你担心啊 哥哥 你千万小心谨慎 老天保佑你 你在信中 让我到沟坎上去采些酸藻人 要我到田边上去采绝生帝皇 你说 要用这些给那个刚满十八岁的 患了一尿症的四川小兵治病 你说 他为这叫人难为情的病所纠缠 思想负担很重 甚至产生一些不健康的想法 你耐心的给他做思想工作 你还对连里的同志们提了三叠要求 一是要关心小丁 二是要帮助小丁 三是不准歧视小丁 你让小丁搬进了自己宿舍 你在枕头底下放一个闹钟 每天夜里喊他起来解三次手 你拉他沉起跑步 增强他的体质 你给他讲宝尔的故事 坚定他的意志 你对我说小丁的病见好了 你又一次对我说 吃了我采的药 小丁的病完全好了 你寄给我一张小丁的照片 细细的眼睛弯弯的眉 长得真像你的弟弟 他在照片里对着我笑 我看着被酸枣刺扎的 揭满了小八的双手 心里就像灌了蜜一样甜 前年的夏天里 你说岛上的菜地里 收获了一个一百斤重的大冬瓜 向我们家乡压畅的石棍 去年的秋天 你说和战士们去抓螃蟹 被蟹钱夹住了手指 今年春天 你说在海滩上巡逻时 捡到了一条搁浅的大鱼 四个人才抬回去 你去年又说不能探家了 因为岛上的机器要大检修 你今年又说不能探家了 因为连队里要进行人生观教育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还记得吗 我的哥哥 你肯定忘了 你忘不了的 只有你的岛 只有你的海 让我告诉你吧 今天是三月初三 就是那个细雨飞飞的日子 在那个日子里 大地得到了甘霖的滋润 我得到了你火一样热烈 水一样温柔的爱抚 从那一天起 咱俩就像两滴水一样 合在了一起 今天又是三月初三 天上又落下了如丝如缕的细雨 可是 咱们墙上的挂钟 刚刚敲过十二点的钟声 我依然跪在窗林前 眼眸着窗外黑须须的夜 而听着沙沙的雨声 雨点斜飞进来 落到我的脸上 胸上 哥哥 这会儿 你在干什么 也许你正背着手枪在海滩上巡逻 你的四周是一片遥远神秘的黑暗 远方的大洋里 清晰的船来 浪头低沉的涅入 朝头掀视着你脚下的沙石 沙里中仿佛有无数的小生灵 在永永低雨 你沿着沙滩 拐到小岛另一面临海的峭壁上 你站在一块巨石上 极目远望 远处的海面上 闪动着暗绿色的灵光 像有无数只萤火虫 军集在那里 有一盏航飙灯 在时隐时现的眨眼 一团浓重的白雾 包住了灯火 飙灯亮起来时 海面上就有一个轮廓分明的光环 在胡上胡下 胡左胡右 飘摇不定的闪烁 你又摸上了岛中央的甘泉顶 甘泉顶上 却有一股你和战友们 发现的茶碗口粗的甘泉 泉水清裂甘眉 胜过纯酒 你说过 在这海中央的荒岛上 出现这样一股泉水 不能不算是个奇迹 自从泉水引出来之后 吸引来了成群结队的寒鸟 每当夕阳余晖 把海岛涂抹的五彩缤纷时 娘们便寄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提叫声 震耳欲聋 甘泉顶上一片银白 你上了甘泉顶 顶上有一个哨棚 站岗的是小李 他这几天闹肚子 身体较弱 你硬把他推回去 自己站在了烧背上 夜是这样的深沉 小岛仿佛是一个 被大海母亲轻轻推动着的摇篮 在慢慢地悠来荡去 夜宿的鸟在睡梦中周旧 你那双气长的眼里 射出警惕的光芒 巡视着黑暗中的一切 祖国没有睡觉 小岛没有睡觉 你没有睡觉 我也没有睡觉 雨还在不停地下 这真是及时雨呀 庄家人盼他都盼红了眼 开春以来 连个雨点也没落过 月东的麦苗都黄了叶子 地上均裂着指头宽的纹 连路边的小树 也整日卷曲着叶片 懒洋洋地垂着头 我分工负责的那半亩棉花种子落了干 出不来苗 我就到河里挑水去浇 从河里到地里一个来回三里路 一天要跑几十个来回 就这样连挑了半个月 我的那件花格子小挂 你用它擦过杯壳上的泥 尖头上已经补了两层补丁 我柔嫩的肩膀上也磨出了老茧 得真是干透了 干得就像一块刚出窑的热砖 一桶水浇上去 啥时就不见了 这些天又老是刮西南风 热嘟嘟的又干又燥 我的嘴唇上裂了许多小口子 一笑就流血丝 幸好我没有心思笑 大家伙都不时地仰脸 望着头上的青天 天空湛蓝明镜 半丝云也没有 真叫人失望 我好像听到了 土克拉重压之下的绵绵 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与求救的呼叫 于是就拼命地挑呀挑 能救货一颗帅一颗吧 我的劲没有白费 那半亩棉花 苗竟出奇了 晚上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 走进我们的洞房时 劳累与思念交集而来 我偷偷地哭过好几次 哥哥 我真盼望你回来 我不图你当官挣钱 只图个夫妻团圆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再苦再累我也不怕 然而 我知道这暂时不能够 海岛还需要你 连队还需要你 我不能拖你的后腿 为了怕你分心 家乡的汉清 我一直被你隐瞒着不说 我一直对你说 很好 一切都很好 可是 我又没有办法不思念你 我常常痴呆呆地坐在炕头上 望着镶嵌在 小岛烟下中的结婚照 我的心飞向了小岛 飞到了你的身边 我每天晚上铺床时 总是按照我们结婚时的那样事 饼盘放上两个枕头 你的在外 我的在里 我甜蜜地回忆着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的每一个细节 每天晚上 我都要复习这功课 每次都沉醉在无边无际的遐想中 今天早晨 不是 是昨天早晨了 太阳刚一出山 就被一团灰白色的云罩住了 俗颜说 日头带冒雨来到 果然 天阴了 西南风也熄了 空气中有了湿润的水气 吸进肺里 舒坦极了 我在心里虔诚地助导着 盼望老天下点雨 但又不敢说出口 生怕把云下跑了似的 傍晚时分 云越来越低 越来越后 有一丝丝凉嗖嗖的风吹来 风里有一股土腥味 终于 八点整 一阵较大的风吹过来 黑压压的天空 变成了凝重的千灰色 院子里的小树 好像预感到了雨的来临 兴奋地抖动着枝叶 一只鸟尖叫着掠过去 紧接着 雨点啪啪地摔到了地上 刚开始雨点很稀 渐渐地就密起来了 哎呀 老天爷 终于下雨了 我跳到院子里 养起脸 张开口 让雨点尽情地抽打着 几句在心头的烦恼 让习雨一下子冲跑了 雨雨下雨急 天空中像有无数根银丝在抽叶 天抹黑抹黑 我偷偷地脱了衣服 享受着这天狱的沐浴 一只冲洗的全身滑溺时 我才回了房 擦干了身子后 我半点睡意也没有了 风吹着雨儿 在天空中支着疏密不定的网 一种惆怅交织着孤单寂寞的心情 也像网一样罩住了我 现在 大地正袒露着胸膛 瞬息着生命的源泉 而我却一个人跪在这不停地送来清风与水点的窗帘前 羡慕着酒盘甘霖 而终于得到了甘霖的河渺 这是一个微妙的 变幻莫测的时刻 这是一种复杂的 混合着欢乐与痛苦的情绪 一个与土地息息相关的边防军的年轻妻子 在春雨萧萧之夜里 油然而生的情绪 我打了一个寒劲 怕是要感冒了 今天夜里 我有点收束不住自己 亢奋轻狂 我不想进北窝 也不愿拉紧衣服来遮遮风寒 我双手抱着圆润平滑的肩头 将身子舒适地全曲起来 像一只娇吃懵懂的小猫 前几封信里 我曾对你流露过愿意的情绪 请你原谅我吧 哥哥 我是想你想极了 才那样做的 你为了海岛连队不能回来 我想去你那里 又撇不下地里的庄稼 与慕年的父母 我们在一起待了二十天 只有二十天 哥哥 你对我说过 两情若是九常识 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诗句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我们已经有了二十个朝朝暮暮 这已经很够了 你在那二十天之里和二十天之外 通过各种方式 给予我的爱情 像潮水一样把我 把一个单纯真挚的姑娘淹没了 我由衷地赞叹 你把爱海岛与爱妻子完美地 同意起来的高超艺术 假如这是一门艺术的话 这一切 你做的是那样自然 那样和谐 你的身躯在为着祖国尽责 却仍然能把爱情的触角 伸到妻子的心里 母亲刚刚咳嗽了一阵 她老人家身体很弱 但还是整日地操劳家务 她像疼女儿一样疼我 吃饭时 总是往我碗里夹菜 她常常骂你 这个浑小子 这个浑小子 又是一个月没来信了吧 接着就掐着指头算 不到 不到一个月 二十五天了 她还常对我说 爱爱 这孩子 娶了媳妇的人 还当什么兵 孩子 让你受委屈了 年轻轻的 不易呀 真是不易呀 哥哥 可你是真有道理的 我不愿你 我们失去了顺势的欢愉 却得到了幸福的永恒 盼望你 反复取决那些 失去温馨的旧梦 和不断憧憬 日益更新生长着的 植根于远大理想之上的情爱 正是一种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幸福 它就像一杯 带点苦味的香茶 一个带点色味的苹果 一瓶带点酸味的橘子质 刚才有一阵风 从庭院里掠过 院子里的桃树汁 稀稀苏苏的响 桃花正盛开 前几天 院子里飞舞着 嗡嗡音音的蜜蜂 由于天寒 花也显得憔悴 枯稿 这雨来的正是时候 明天早晨 不 今天早晨 红日出生的时候 一定有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院子里呈现 乳白色的 像蝉蚁像青纱一样的陈雾里 翠绿的桃叶上 挂满亮晶晶的水珠 枝头花种 鲜润风泽 花开花落 勺花难留 然而桃花落后 枝头上必将坠满小桃 这是比花更充实 更完美的花的爱情的结晶 哥哥 我对不起你 我恨自己 在那些日子里 我们的爱情 本已经孕育了一个小小桃的 可是 它却过早地脱落了 要不然 我的身边就有了一个负血的你 想你的时候 我就可以亲它吻它 天就要亮了 雨声也凌落起来 雨点落在花树上 落在泥土上 落在门前倒扣的水桶上 扑扑速速的 嘀嘀哒哒的 叮叮咚咚的声响一起传来 我倾听着 像倾听着海岛上潮汐的掌落 像倾听着你 稳健有力的心跳 像倾听着飘渺中传来的音乐 初刊于廉池 1981年第五期 第五期 第五期